《婚礼》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人生大事,是值得庆幸的事,近日,就发生这么一场婚礼奇闻闹剧,两位郎才女貌的新人,步入婚姻的殿堂,可就在结婚那天,岳母突然变化, 当着来祝贺的所有亲朋好友的面,指责男方家的彩礼太少了,对自己的女儿是一种侮辱,除非追加二十万彩礼,否则女儿不给嫁,顿时,在场的所有人都惊讶了,爆发出嘘嘘的声音,按照当地的习俗来讲,新郎家去的彩礼是符合当地标准的,没想到岳母来这么一出,更让人意外的是新娘也帮着岳母说话,可耻地说道, 如果真的爱我,请离结我妈的难处,我弟弟公司倒闭,欠下四十万债,新郎当即霸气回应岳母,你不是来嫁女儿的,你是来卖女儿的,你女儿不值这个价,说完转身就走,留下岳母和新娘一家在那无地自容,对此,看官你走。